3月20日,电影《春江花月夜》出品方针对主演陈丽龙李仙时装照在网络流传时发表声明 声明中指出,网报图仅为演员前妻时装照,最终造型将于图片有所出入 声明全文中称,近日有个别网络用户发布了关于电影《春江花月夜》的定装照的消息 作为该电影的出品方特此声明 图片为电影开拍前期演员的时装照,并非最后实际拍摄的定稿照片 而实际拍摄时的演员造型会有一定的出入 照片流出的原因我们已查清,剧组此前开出来一名工作失职的人员 该人员随即在网络上进行了报复性的传播,泄露电影的信息 并将电影筹备期间的时装照片私自对外公布 该行为有被职业道德,甚至触及了法律底线 为演员电影和所有关心电影的人造成了困扰 帮大家不要纵容该失职人员的行为 不要将图片进行再次传播,我们会密切关注 请相关人员停止传播,并及时删除已发布的内容 我们将保留追究泄露者及恶意传播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